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空拍机的部分已经有对岸的大降 所以我们选择的是竞速无人机 再来以汽车的工业来看的话 赛车其实是整个汽车工业的技术的领先指标 所以我们投入了竞速无人机 把自己的控制技术做到最好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 把这样的好的技术去投放到各种垂直整合应用 例如说保全物流或是紧急救护或是农业 我们也十分的欢迎说 有这些垂直整合应用的厂商 来跟我们合作 教大帮忙要帮大家的忙 帮你找出成功者的自身指导 每周三上午7点到8点 敬请收听 教大帮忙要帮大家的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